給一些空間,那些學校去處理,一些問題,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原則上不可以背棄,犯法,不守法律,就一定要面對有關的後果 這個作為老師,教學方面一定要清晰,一定要學生知道,這個是重要的 很多時候,剛才陳志全講的說話會被人說,但是也有很多學校,老師,校長 你不跟學生講的說話,都會被人圍,都會被人放火,燒他們下車 這些違法,違規的行為,一定要跟進的,是不是? 如果不是教育,教那些人出來是做什麼呢? 這件事我相信,希望,局長你會在這方面,原則不可以左搖右擺,也都要嚴肅地去做